苏木槿听着舅母毫不犹豫地维护 心中一暖 虽然依旧毛子含泪 脸上却带出了笑容 一方洁白的手帕递到眼前 苏木槿的毛子瞬间被那一双手所吸引 帕子的主人有一双白皙如玉的手 指尖如葱白 根根干净修长 肢骨分明圆润的指甲被修剪得整整齐齐 看着便赏心悦目 一抬头就瞧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正静静地看着他 瞧见男子面容的瞬间 苏木槿呼吸微止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 我残眉丹凤眼 眉眼十分清淡 唇色却异常鲜艳 如同艳丽的花瓣 可以想象到一开一盒间是怎样不可抵制的诱惑 明明武官长得这样勾魂舍 可组合起来却十分清雅俊朗 不够言笑的面容让他看上去多了几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芒 一身气质更比面容更为出色 他一身月白色勾严丝云吻的长袍 低调而奢华 此时正递了帕子在他面前 瞧着十分冷漠的一个人 声音却十分柔和 擦擦吧 失神只是一瞬间 苏木槿接过帕子 便回过神来 轻轻擦去面上的泪痕 竟然失态了 男子淡淡摇头 收回手 转身搀扶住吴氏 吴氏已经拉住男子的手 跟苏木槿柔声说道 这是你大表哥 你应当还没有见过吧 涛儿 快见过你锦妹妹 锦儿是你姑母的大女儿 锦妹妹 储君涛对着苏木槿淡淡点头 大哥安好 苏木槿轻轻扶了一礼 刘氏瞧着几人在他面前认亲的模样 恨得直咬牙 苏木槿 我瞧你还能得意几天 眼珠眸子里的阴毒 刘氏含笑上前就要握苏木槿的手 大姑娘还是和夫人亲近 只是夫人眼瞧着天色也不早了 有话我们不妨到了寺里再说 耽误了姐姐的厨服礼可就不好了 她的手还没碰上苏木槿的 就被苏木槿厌恶地躲开 刘氏脸面当即便有些挂不住了 对着吴氏笑得无比尴尬 吴氏对刘氏是半点好感都无 眼角都没给他一眼 牵着苏木槿的手便往楚家的马车里走 边走边说提己话 舅母记着还是你刚刚出生的时候见过你 那时你还是个粉雕玉琢的小人 一转眼都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不过你长得跟你娘亲 倒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般 多年未见 去舅母的马车里好声跟舅母说说话 含笑掺住无视的胳膊 苏木槿柔声道 锦儿也觉着舅母十分亲和 柳嬷嬷跟着苏木槿去了楚家的车队 跟着缓缓而行的马车一起上山走去 苏韵锦则是瞧着大姐姐去了楚家 微微松了一口气 毛子里就露出几分欢心来 今后大姐姐有舅母撑腰 夫人就不敢待她如何了吧 只有刘氏毛子 烟雾的可以脆毒了 孙嬷嬷瞧着人都走干净了 只有刘氏一动不动 芒小声上前劝慰 夫人且让她得意去 她能得意得了多大会儿 说着声音越压越低 只要计划成功了 就是有楚家的人撑腰又怎样 终究逃不了一个死字 那边楚军涛刚刚要踏上马车的脚步 微微一顿 随即若无其事地迈了上去 想到她的计划 刘氏满腔的怒火和愤懑都舒缓了下来 孙嬷嬷说得不错 只要她的计划成功 苏木槿还不是由她捏扁搓圆 思及此她面上重新挂上了得体的笑容 扶着孙嬷嬷的手臂就登上了马车 楚家的马车先行 苏家的远远跟在后面 颇有种井水不放河水的感觉 很快到了寺庙的大门口 早早的有师太戴着身着土黄色道袍的姑子 等在大门口 刘氏下马车的时候 楚家的人早已经在和师太建立寒暄 接待吴氏的是四里德高望重的静心事态 他正引着吴氏往庙里进 边走边到 您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还是往您那几间房子 到后山那里倒也偏近 空地也大适合做法事 吴氏双手合十 无比虔诚 有劳师太了 好容易安置妥当 就已经到了用午膳的时候 吴氏留苏木槿用膳 金儿格在旧母这里用膳 等你娘亲的厨房里结束之后 你跟我一起回楚家 你外祖母这些年 为了你娘亲头发都白了不少 瞧见你也能有个安慰 是锦儿不孝 这些年都没有去看望外祖母 吴氏心中叹息 依着前两年老太君对苏家的怨恨 恐怕他去了 也是吃闭门羹 你外祖母最疼的就是你娘亲 又怎的会跟你计较 日后多多跟你外祖母亲近亲戚也就是了 说着已经有小丫头端来静面的水来 吴氏静了面 便拉着苏木槿让他上桌 苏木槿推辞 旧母 锦儿就不留下用膳了 他柔声解释 毛子里还有淡淡的担忧 聪儿这一次跟锦儿一起来的 他年纪小 方才在马车上睡着了 聪儿自幼在锦儿身边长大 最是黏着锦儿 醒来在陌生的地方 若是瞧不见锦儿 恐怕会害怕 懂事的孩子 吴氏心中对苏木槿的怜惜更深 想起膝下比苏木槿大两岁的女儿 对他更是恋爱 他那个女儿今年已经十五岁 马上就要出嫁了 还是单纯无知 而锦儿今年只有十三岁 还是个孩子 不只是要应对刁钻的继母 还要照顾幼小的弟弟 心下更加坚定 这一次回府 一定要把锦儿的处境 跟老太太详细地说一遭 好孩子 既然放心不下 就回去瞧瞧 你那个继母 我瞧着也不是个好相语的 别让他虐了聪儿去 明儿个继母再去瞧你们姐弟 吴氏吩咐身边的嬷嬷 送锦儿回去吧 是 夫人 一方告辞 苏木槿正要跟着嬷嬷一起走 小院外却传来储君掏清淡的嗓音 娘 儿子送锦妹妹回去 那边刘氏也安置了下来 他留了相熟的赵师太用午膳 让孙嬷嬷守着屋子 跟赵师太也不知道商量了什么 等宿灾用完 刘氏才送赵师太出门 瞧着赵师太远去的背影 刘氏面上的笑容落了下来 招手示意孙嬷嬷进屋 事情可都安排好了吗 他心里奄奄有些不安 觉着事情顺利的过了头 孙嬷嬷点头 满脸鹦鹉 夫人放心 明日的厨府礼 定让苏木槿有去无回